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80位听友 拿起你们手中的点赞器 他们刚才带来这一出戏 是否有打动你们想要去剧场聆听呢 321请点赞 好戏开场幸运悠长 感谢80位听众朋友们的点赞 谢谢 也感谢二位兄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我们稍事休息 待会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下一次我们的好戏推荐官呢 她就是一位来自江南的温婉女子 她的声响呢是那种非常清婉 然后悠长的 而且非常细腻典雅的 就是完全能让大家置身在江南的那种感觉当中 在她登场之前呢 其实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下 就说这个南北方的戏曲的这个差别在哪 就大家可能知道一个大概 说北方戏是特别高亢 南方的戏会比较细腻一些 是这样的吗 不能这么说 你当然你讲了有你的道理 但是不能这么笼统地分南北 你包括京剧 好像也分成什么南派京剧 京朝啊 但其实很多演员呢 他到不同的地方演出 他会有不同的变化 乐局也好 就南方剧种 你包括黄梅诗啊 乐局 他在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对对对 他的个性 他的喜好 也会在剧种当中会体现出来 就像刚才郭老师讲的 你环境不同的话 他所产生的剧种风格也是不同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好戏推荐官 我是乐剧演员陈兰芳 我从小就是泡在乐剧里长大的 那个时候乐剧的声音就刻在我的灵魂里了 长大后登上了大大小小的舞台 也有人说我是最像林黛玉的扮演者 但我不甘于此 为了能够突破自己 我只身一人来到上海 但是上海唱得好的人太多了 原本是主角的我 只能从头开始 那段时间特别的迷茫和无助 也曾想要不要放弃乐剧 为了能再次主演林黛玉 再次赚上更大的舞台 我开始翻阅各种资料 观看前辈们演出的视频 揣摩人物 终于我重新回到了舞台上 向观众呈现我心中的好戏 作为一名青年乐剧演员 来到好戏开场的舞台 我想用陪伴我长大的乐剧经典 天上吊响的林妹妹 让更多人感受到乐剧的魅力 该我登场了 一个是浪愿仙趴 一个是美欲无瑕 若说没其缘 今生偏忧欲着他 若说有其缘 如何心事终虚化 待遇初到贾府 宝带相会 两人一见如故 天上吊响古林妹妹 是一度情勇刚才 这些antry 四到贾府 你朝某先生千威 陈月里 估个情郁比都说了 年情有时花朝顺 应同好比风法 明少夜 出色小情 声音小某路 不为是 年情奉响 我的考 Leo 请的借思 就此意 许相机 你撒好不好 啊 美妹 五四孤多彩 我没答應 这个峠 为什么 这相反 对 没有 在等会 我都没关系 我的 会 都没关系 我带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